竹地市場10月6日正式關門 我們就回顧一下這個號稱全世界最大的魚市場 到底有多厲害又為何要搬走呢? 所謂竹地,日文其實是有造地的意思 因為這裡其實是一片東京灣上面的填海地 在江戶名歷年代即是十七世紀中已經出現 最初是神社和武士的住所 慢慢就變成外國人的居住地和海軍用地 1923年關東大地震重創了日本橋和其他魚市場 市政府就在竹地名石町成立臨時市場 直到1935年搬入現在的位置 成為正式的批發市場 市場面積23公頃 相當於68個標準足球場 每日有超過18,000部大小的車輛 和接近42,000人進出 整個竹地分為場內和場外市場兩部分 場內市場就是有83年歷史 負責水產、梳果批發的街市部分 所有食物都是由7間大型的水產批發商 和3間梳果批發商供應 而741間中間批發商就會將投標或者買回來的食材 送到餐廳或者消費者的手入面 另外還有167間食市商店 當中香港人最喜歡的壽司大就是在這裡 而場外就是圍繞市場外圍而成的商店街 由於兩者的管轄權不同 今年10月初搬遷的其實只有場內的部分 而整個批發市場內有大概480種水產 每日總共賣出超過1600噸 接近89架雙層巴士的重量 交易額就會去到16億日元 相當於1.2億港元 只是計日本人最喜歡的吞拿魚 平均每日就賣出161噸 其中以南旗、太平洋南旗和大眼吞拿魚 三個品種最多 新鮮和冷凍的加起來 佔全日本出貨量的接近12% 築地之所以要搬是因為設施的老化 新市場將會大接近兩倍 有冷氣系統為原類保鮮 不過就遠離黃金地段 相反都擔心會少了遊客來 搬遷之後 場內騰出的空間將會改建成2020年 奧運的文流交通権樓 10月6日正式閉幕和10月11日豐州市場的啟用 我們都會現場直擊 大家記得留意